大家好,我是文树豪 我知道今年的NBA季后赛快要开始了 我非常期待,我知道我每天会去看这些比赛 然后看谁赢 然后我最近从Vancouver回到Brooklyn 我就是在Vancouver因为我要肤健我的膝盖 然后我们每天肤健的很顺 然后现在已经可以跑,可以跳 全部的篮球动作都可以做了 所以我很高兴 我希望明年可以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我知道我会百分之百回到球场 然后我知道以前我去季后赛四次 然后我最好玩的一个series 就是我是跟Charlotte Hornets 然后我们跟Miami Heat对打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moment 就是Game 5 我们在Charlotte 我们在Charlotte 然后我知道我们已经差不多up15分 然后我再投进一个三分球 然后全部的crowd都非常非常高兴 然后我知道这是就是非常好玩一个比赛 然后我知道这个intensity 所以这个competitiveness就是非常高 所以你打季后赛的时候 你全部他们全部的play 他们全部的球员 每一个detail你都已经读了 然后每天你的教练一直跟你讲 所以我知道这个intensity 季后赛的intensity就是非常非常高 就是像你的final exam 最后你课要考试的时候 就是最后那个考试 这就是像我们的final exam 所以希望你们都看这个季后赛会非常高兴 我知道今年会很好玩 希望全部的球员都可以非常健康 因为如果你受伤可能会影响季后赛的results 所以希望你们都每天可以看这个NBA的季后赛